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7月15号 周五晚上的8点15分 今天在盘前零售数据的利好推动下 股市是高开高走 小增量上行 表现还是比较强劲的 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 成交量温和放大 这种摇摇摆摆的模式仍旧在继续 这个箱体震荡 继续反弹到箱体的压制位置 还是值得期待的 昨天美国银行是下调了 标普的前瞻盈利数据 还有整个的点位 他们这个情绪显得是比较的悲观 但今天的零售数据 则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 咱们来看一下零售数据的表现 今天的6月的零售数据的月率 是环比增长了1% 高于在5月份的下降0.3% 也高于预期的增长0.8% 那么零售的年率 这边是增长了8.4% 这个零售的总额的支出 就是这个销售的月率 还有年率 看上去都是非常的强劲的 不过咱们知道 之前这个6月份的CPI 是高达9.1% 所以如果咱们去合理的推论 除非零售的年率同比增长达到了9.1% 才能说明需求是真实的在放大 否则呢 那么支出的大部分 这个增长可能是由于价格的上涨推动的 而不是购买商品的数量变多了 其实就是你花的钱更多了 但买的东西更少了 但是这个年率8.4%的增长 也说明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尽管现在的这个支出有所放缓 没有超过通胀上涨的速度 但总体依旧还是比较强劲的 它总比出一个什么3%4%要好 对不对 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美国的消费观念 会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如果你要去做街坊 你比方说路上随便抓一个人 你问问他 你说你对你荷包的厚度感到悲观吗 他会说是的 如果你要问他 你还会继续消费吗 他也会说是的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 其实很多的美国人 还是愿意享受消费 甚至是超前消费 正所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生活可能早就已经BBQ了 但周末这顿酒是该造还得造 其实这种现象 经济学人的智库的全球经济学家 原来看他也做过一些分析 就是讲过这么一个理论 说美国的整个的消费观念 其实是有一些这种消费的这种情绪 是有一种脱节的 比方说在过去的5060年里边 其实你要去问大家对于未来的消费 前景感觉怎么样 很多人都会说总体还是比较悲观的 毕竟这个钱老是储蓄不了那么多 但他的消费确实继续在消费 甚至在增长的 其实这个也就为什么说美国的经济 现在是具备一定的韧性 在过去的30年里边 其实持续我们说讲过 有很多次的这种衰退 但是我们看到衰退的周期越来越短 可能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美国整个的70%的GDP 由消费来推动 这种消费观念可能也是支撑了 GDP的一个增长 所以我们就记住 如果现在这轮衰退真的是发生了 那么按照通常的平均 过去10年的衰退的周期来看 大概是10个月到12个月左右 反正这个观点咱们之前也讲过 总之的这个数据 还是比之前预期的要好得多 那么对于整个经济增长 放缓的担忧也是少了一些 与此同时 大家对于7月份加息预期的压注 是再次向75个基点进行倾斜 咱们看一下今天压注的概率 今年目前为止 是压注75个基点的概率是69.1% 压注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是30.9% 今天在零售月率出来之后 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巨额的大单 在调期期货的利率的市场 压注加息75个基点 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个单子有抖多大呢 这个单子下单的时间 是在6月份的月率发布后不久 因为6月份当时这个月率是在 早上的8点半发布的 那么这笔大单压注 是发生在早上的 纽约时间上午的8点47分 整个的规模是3万份合约 占到了前一天未平仓合约的15% 整个的名义价值是1500亿美金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 如果加息75个基点 他这1500亿美金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挣1500亿 但是挣的钱也不少 我们看一下美联储在两周后的表现 会不会给这1500亿的压注送上大礼 还是说来的都是客 是该割还得割 给他加割100个基点 今天整个市场的大幅上涨 其实我们说金融股的推动是功不可没 昨天是金融股拖后腿 今天就成了市场要抱金融股的大腿 真的是猫一天狗一天的 不过金融股的上涨 其实今天也并非没有理由 因为今天的C和WFC 就是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 在盘前发布的财报 一个是大幅超出了预期 一个是尽管大数不及预期 但部分的具体业务的小方向 是超出预期的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C的财报 到底是怎么说的 今天C是一口气涨了13.23% 零涨标普 您能想象吗 银行股零涨标普 而且一口气涨了10个点 确实是非常罕见 今天的整个二季度的数据预期是这样的 二季度的营收是增长12.4% 到了196.4亿美金 超出市场预期的 我给大家看这个数据 超出市场预期的177.5亿美元 然后二季度的调整后的每股收益 是2.19 超出市场预期的1.69 整个二季度的FICC的销售和交易的收入是40.8亿 超出市场预期的38.4亿 还有包括像特许经营的营收19.4 还有个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是60.3亿美金 包括固定市场 固收市场的 刚才说这个FICC这个40.8亿 那么仅在信贷亏损了8.5亿 就这一个是挖8.5亿 亏的也不多 整个的二季度的普通股的权益回报率是9.7% 它为什么会大幅超出预期这么多 源自于因为整个的C 它是属于在海外全球的业务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在这一期的交易里边 外汇大宗商品还有利率等等这些交易 带来了一些意外的超额营收 包括还有一些跨境企业的资金往来的业务 也是它C在这边能够好于 昨天我们说的包括JPM和MS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说C整个的前瞻看起来 其实给的也是一般 不能说特别的好 整个2022财年的总的营收 会实现一个低个位数增长到731亿美金 那么C总体上我们来看它的情况 这里我跟大家标出来了 前段估值包括增速预期 营收尽管是有所增长 但今年其实业绩还是属于衰退的 还是属于衰退的一个业绩的预期 所以和其他的金融股一样 都是持续的在不断的下跌 最近整个的到了2023年 其实增速也不是会很快 也就是5%的一个增速 所以前瞻估值尽管有60 但是因为今年这个预期下滑的太厉害 今天反弹了一些到了差不多50块钱 但是仍旧是低于前瞻估值的 但是如果你走到明年去看 其实上方的空间也就是这么大 如果只走一个低预期到63块钱 其实就那样 所以它的业绩相对来讲 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是 刚才讲过 它的业绩很多都是海外的 由于海外的业绩变化也比较的大 整个的C在几家大的银行里边 其实它的业绩是最不稳定的 大家如果想要去追逐C的 你需要去多多的研究 可能会要承受更大的波动 谨慎的去斟酌一下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其实没有去选择C 而且以前在分析金融股的时候 也会谈到它 说的比较少 就是因为我对它的业绩的预判 特别是它的这种和预期的业绩表现 经常会出现较大的一个偏差 所以是很难从基本面具进行把握的 这个地方我也提醒一声 如果你希望稳定一些的 你从富国 摩根大通 MS 甚至BSE里面 你可以去选 那么C的业务 太过于复杂 海外业务 好 然后是C 整体表现的是大幅超出预期 今天领涨标普 另外一个是富国银行 富国银行的QR的营收 是一时170.28亿 它是不及市场预期的 202.7亿的 同比下降16% 那么市场预期是176.3亿 整个的净利润是31.19亿 也是不及上年同期的60.4亿的 同比下降48% 那么摊包后的美股收益 0.74不及去年同期的1.38 然后是同比下降46% 也不及市场预期的0.86 可以说在这个大方向上 WFC和昨天的GPM 包括昨天的MS情况是一样的 市场预期给的已经很低了 但是它没有跑赢预期 但是从前瞻上有一项非常的不错 它的前瞻预计22年全年的利息收入 会比2021年同比增长20% 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这么一个信号 就是在利息收入上 利息收入为什么增长 还是由于美联储的利率的提升 导致的从利息收入上的 很多银行都出现了增长 包括我们昨天看到的GPM和MS 也会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都是一些利好的一个小亮点 那么今天WFC的利息 同比增长20%的前瞻出来之后 我就在开盘的时候 今天加仓了 今天加仓的是BAC BAC其实在昨天 就是在昨天是跌到了29.6的位置 但是昨天是一个低开 下去之后 这个地方实际上 从技术面的走势 昨天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它属于一个近似于破位的 这么一个走势 但是由于它的支撑是在29.5的位置 收盘的时候 其实也并没有跌破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但是也没办法加仓 在昨天 昨天是没有办法加仓的 今天被金融股 被C的财报一带 整个金融板块往上跳空高开 一看这个情况 我认为BAC在下个星期要披露的财报里边 从利息收入这一块的增长上 预期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差 应该不会特别的差 所以今天算了 直接加吧 这个位置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尽管形态上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优势 那么直接在这个位置上完成就完成了 把这个加仓加到了4% 今天在31.1的均价去加 然后现在4%的一个持仓 31.3的一个持仓成本 那么剩下的还有个2%的仓位预留 暂时就不会加了 就这个位置 它要跌到27.3到28.8的位置 我才会去考虑去贪报成本 至于加的原因还是基于 我们说基本面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的基本面增速预期 还有包括前瞻估值 这个地方以前给过 31块到55块 其实就是在估值下限的位置晃的 可不可以低一点呢 可以 因为有一些银行 已经比前瞻估值更低一些了 对不对 所以能低一些 我才预留了一个27.3到28.8的 另外2%的仓位 往下跌 接着买 不跌呢 要涨上去了 暂时就这么拿着了 暂时也不会去动什么太多 因为钻石它没什么可减的地方 空间还是比较狭小 而且后面的银行股 金融股这边 预计跑的应该不会特别的快 主要是从稳定的角度 做一个这个配置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 是一个整体普涨的格局 然后标普里边我们看到 有460只个股上涨 只有29只个股下跌 相信今天大多数持股做多的朋友 应该账面都吃了点肉 尽管可能没有卖出 也没有实现实质性的收益 但账面开心开心 总比账面浮亏要好吧 我的仓位也随着这一轮的下跌 是该条的条是该加的加 那么目前正股的持仓是45% 那么短线的这个投机的仓位 现在小幅提升到了6% 也就是这个期权的投机仓位 现在所以一共是51%的资金在运转 下周如果继续跌 跌到了位置较好的地方 按照我的这个左侧的一些思路 我的这个持仓 该加的还会继续的左侧去加 如果很多朋友你是等右侧的 那可能你要接着等 你要等这个大盘彻底齐稳转向之后 然后你再做出一些右侧的安排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 因为到了周末了 我还是预告一下周末的会员节目 这周的会员 我们还是继续来进行 以前的这个财报系列讲解 因为毕竟你看这个BSC 就是这个美国银行这边 他们实际上是下调了 整个标普的前瞻预期的 包括盈利的能力 那么咱们来看一看 在已经披露的这个二季度财报里边 这些公司到底他们的财务状况 到底他们的前瞻状况如何 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一口气 下调了百分之二十几 在我看起来 至少目前还没有见到这种情况 所以本周会把7月11号到7月15号 本周的一个数据 还有就是之前 更早的中间一个间歇息的 5月30号到7月8号的一些个股的数据 和大家一并做一下更新 包括前章估值 还有他们的强支撑的一些位置等等 然后到了周日的时候 还是依旧会去更新 RINO达一的达一帖子 发一个全新的帖子在社区里边 大家往下拉 如果你进入了这个RINO达一的这个会员 你会看到一个带有QA标志的帖子 你就把那个帖子的顺序往下拉 因为它没有置顶功能 所以找到带有QA标志的 在里边你去留言 每天会跟大家在里边抽时间进行回复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大家